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盡宇 今天是2024年7月13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說說 據報介父黨殺入西灣可架 有網友幫忙在網上提醒大家 話說他逛逛逛逛 突然間的屁股被人戒了一刀 結果差點說不見事兼說受傷 情況如何與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盡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提提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介父黨疑似殺入西灣可架 市主的褲袋有一件物品恨保不失 說戒了幾多下 但市主自己當時感受不到 報導機內文就提到 話說西灣可懷疑出現戒父黨 有一位港男在網上表示 在泰安牛附近懷疑遇上戒刀爬手 牛仔褲左邊臀部口袋被割穿了 幸好沒有錢財的損失 他形容爬手用那個很膩的刀片都戒了很多下 不過他本人當時感受不到 感覺不到 這位市主在星期五 7月12日在Facebook 西灣河關注組發帖文 說當日下午前往西灣河泰安牛附近吃飯 誰知被小偷戒爛了那個褲子想著偷東西 大家真的要好好保管財物 照片看到 他的牛仔褲左邊臀部口袋被割破了 幸好口袋未有放銀包 只有一個白色的環保袋 又說那個壞人應該用很膩的刀片戒了很多下 連我自己也感覺不到 也說保得住環保袋 如果他連環保袋也偷的話 我寧願送給他 也不要戒爛我的褲子 被網友問到有沒有報警的時間 市主只回應如果立即發現報警才有用 知道誰位置下手 不過網友認為仍然應該要備案 就說你只需要說 今天在泰安牛吃飯 發覺被人戒褲袋 警察就會加強留意 也說現在周圍都是閉路電視 戴帽戴口罩都認得 肯做怎會找不到那個人 另外也有人表示近日治安明顯是轉壞 就說 到處都有賊 我哥哥 上個月在北角被人拉開背囊拉鏈 幸好發覺得快 也說 早幾個星期 家裡找人上門裝電器 裝機師傅說他的車都被人破壞 地點又是接近泰安牛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提醒各位老友記 這些情況越來越誇張 最新情況 戒褲檔疑似殺入西灣可 手法是用很膩的刀片 戒開你的褲袋 通常銀包擺屁股袋 結果用這個方法想著偷財物 估計對方以為是銀包 於是用戒刀戒開他的褲 估計戒了很多次 事主自己是感受不到 但若然這樣也挺危險 感受到代表已經受傷 另一邊相說到 對方應該是高手 戒那麼多次 事主也沒有察覺 各位老友記多加留意 這一類的戒褲檔新鮮滾燃在香港出現 現在最新情況除了一些爆涉 偷涉案之外 這類的情況真是不得不防 另外亦都說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油麻地中九龍鋼線地盤 吊臂車翻側 司機受傷送軟 報導的內文提到 油麻地發生工業意外 在今天7月13日 下午3時34分 警方接報 油麻地 因長度10號一個地盤 一架吊臂車翻側 橫塘工地 男司機手腕 和腳趾受傷 救援人員港志 即場為司機包紮 他其後清醒 被送往廣華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說事發是中九龍鋼線地盤 司機疑似發現吊臂車是傾側 跳開躲避的時間受傷 現場所見 吊臂車的吊臂 仍然身長 意外過後橫躺於地盤之內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吊臂車整部車翻側 司機受傷送軟 幸好清醒 事故原因有待調查 另外這件事故發生在澳門 澳門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有內地外勞疑似 裝冷氣期間 失足跌死了 報道的內文提到 澳門在今天 7月13日中午 發生致命工業意外 一名內地男工友 在新口岸 王朝區 一座大廈高處墮下 當場死亡 澳門的勞工局表示 事主懷疑在大廈外廠安裝冷氣期間 跌死了 有網友 在社交平台上載片段 看到事主是連人帶冷氣機 一同墮地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怨死隻安息 說的是工業意外 發生在澳門 竟然捕捉到 男工友和冷氣機 連人帶機一起墮地 估計他當時未必有相應的安全措施 事件有待了解與調查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有關啟鑽苑 根據HK01的報道 啟鑽苑入伙半年 連環不幸事件 大廈變水母間 恐怕浸壞電梯 當中問到詹姆sir 詹姆sir說 要整電梯的話 一部升降機維修費 隨時超過100萬 報導的流氓提到 今年2月入伙 有六自居柳皇之稱的 鑽石山站上蓋居屋 啟鑽苑 近期入伙頻頻出事 6月初曾經發生 垃圾房起火事件 7月份又出現地下大堂 變成水母間 令到居民擔憂 弄壞電梯 對於六自居柳皇 啟鑽苑入伙只不過是大半年 就出現連環不幸事件 01的燈神都非常不解 深感遺憾 難道整個居屋的手工質素 都是那麼差劣 今次大堂變成水母間 更加出現了五部升降機被淹沒的情況 燈神就此問過資深驗樓師 詹Sir 如果情況嚴重 一部電梯的維修費 已經要超過100萬元 所以日後必須要注意 維修情況 話說啟鑽苑是連環出事 早幾天7月8日 啟湖角地下大堂近信箱位置 的天花板流出大量水 淹浸大堂 影響保安監聽 還有升降機位置 令到一眾居民擔心 浸壞電梯 事隔三天後 房屋處終於有回覆解釋 廚方說 當日早上第五座啟湖角 因為清洗天台的食水缸 需要排清缸內的食水 期間經過地下大堂的天花食水缸 排水管所謂流水 引致大堂一度水浸 但慶幸最終房屋處經檢查過後 五部升降機 證實均無受損禍 同時會擇承承扮傷 在清理積水過後 重裝和加固有關喉管的接駁喉 另外內文就問到詹sir的意見 說啟鑽苑 只不過是入伙不足一年的居屋 他認為 可以排除人為性的損壞 物料殘舊 材料疲勞 設計錯誤等等的可能性 因此相信和施工期間 手工出現問題有關 詹sir估計 主要因為勞固喉管的喉碼不穩固 接駁位置的緊密性不足 又或者用錯材料等等 都可能 造成喉管 在入伙過後 短時間就爆破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來啟鑽苑都可以說是多災多難 令居民都相當擔心 有水母艦的情況出現過 結果事隔幾天房屋處有回應 說那幾部升降機沒事 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其實啟鑽苑入伙 差不多一年時間在阻礙 以前的居屋的質素通常都不錯 為何這個屋苑會有特別多問題 問到詹sir意見 詹sir不排除有手工上的問題 可能是喉管的馬上得不夠穩陣 又或者用錯材料等等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啟鑽苑剛才特別多事 搞水母艦過後 搞到那些新的業主 一些居民人心惶惶 未知房屋處未必有妥善的安排 尤其是未知他們的保養期過了沒有 作為大業主的房屋處 會怎樣跟進 和處理那個啟鑽苑的情況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鄺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 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段片繼續聊天